透过自我修持 勤修戒定慧才能够熄灭贪嗔痴 大众要消除无名烦恼 需要重视自我修持 在新的一年大众要发菩提心 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 让心清静 更重要的还是要重视我们自我的一个修持 要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 我们众生就是因为无名 因为贪嗔痴 透过牲口仪造了很多的恶业 所以我们要校学佛法 勤修戒定慧 来熄灭贪嗔痴 更重要的要开展我们这个慈悲喜舍事无量行 我们需要人与人之间 需要和谐相处 人与万物 人与环境 都需要学习和谐相处 才是共生共荣之道 今云 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固 应于众生而起大悲 应于大悲生菩提心 因菩提心成等正觉 因此要展开慈悲喜舍事无量心 时时刻刻互念众生 应用种种方便 以最快乐的事情 安慰众生 不失众生 使其常得快乐 十方新闻 黄慧 萧瑟峰 屏东采访报导